我們來做牛奶發泡 當蒸氣加熱完成時 我們先將蒸氣管內 殘餘的熱水排出 接著準備好鋼杯 倒入一半的牛奶 將蒸氣管埋入鋼杯底部 打開蒸氣 讓蒸氣管貼近與牛奶液面 吸入空氣 與牛奶進行混合發泡 當發泡比例達到你要的需求時 我們慢慢的將蒸氣管埋深一點 停止發泡 進行加熱混合 牛奶達到你要的溫度時 關閉蒸氣